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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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加7金5妖精 轉值 再確認一下 很可怕 還沒買袋子 我們買30組 9萬嗎 可以多不能少 你全世界都快被嚇死了 幹嘛我還沒買袋子啊 怕屁啊 好啦 9萬 差不多 可以多不能少 好 149638150 沒問題 購買 確認 來 握老公公主91級 能力都還沒點的時候是259289 我們把能力值點一下 好的 那我們現在看敏捷all in 然後這一隻啊 智力基本上不用點了 妖精的智力門檻 21 30 跟41 這一隻出身直接給你43智力 所以智力直接pass掉 不需要額外點智力 精神幫他補一下 把抗魔補到 420以上 韓國好像是都把體質灌滿了 我看一下差別在哪邊 好 決定能力 直接決定 看一下目前的狀態 遠傷306 遠命 387 還未再上去 因為他有些裝備還沒移過來 等裝備到定位之後就可以再往上更上一層樓 他的暴擊是遠攻啊 66% 近戰37 目前這一隻的 減傷122 PVP減傷108 無視傷害減少78% 等於說你現在法師啊 套了 金聖界啊 你的70% 在他面前 也是0 他這隻基本上已經是完全無視聖界了 沒有上精準的情況下 打諸神黃昏到底會變怎樣呢 拍攝 我再幫他把血補滿 速度 速度是明顯比當時雷神快很多的 然後我現在還沒有上精準 我們再測第三輪 接下來兩輪上精準 他這個速度啊 等之後 現在開始了 切換成攻擊模式 解量會瞬間大爆扣 再幫他補回來 他現在這個攻擊狀態的爆發力 後面 豬神 還有白鬼 轉成妖精 也是如此的可怕 好幫他補滿 好三輪射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上精準再測試一次 精準 上到了 好精準開噴 抱歉 我失手了 抱歉七七我失手 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故意的對不對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失手 一定是故意的 不是啦 一定是故意的 相信我 你不要做效果 這不是效果 這不是效果 我剛剛要停啦 一定是 等等等等我不會 我剛剛都沒殺你 我怎麼可能殺你 你一定借機報仇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看我的人物過來 要對照一下 對照組風月流 即將抵達戰場 右邊 攤團最帥槍手 來開始 一樣不上精準打 大概堅持了10秒 來精準上他風月流 上到 還噴喔 準備好囉 秒數 開始 好我們等一下測試最後兩場 一樣 輕便妖精打我這支上精準 跟輕便妖精打豬神 我精準上到他之後 然後一個清暈下去 開噴 然後就下課 一般人大概是這樣子 我的機體還算是 算是 一般中上機體的 如果是 更低階的機體的話 可能就是被秒掉 好了我精準上到直接開打喔 兩個對色喔 兩個鬥對色喔 而且他沒中水牢 半條 半條 對色喔 練功的部分我不敢說很快 但是至少打架 打人上面 傷害是絕對足夠的 不用擔心你傷害不夠 今天就算你的機體 沒有那麼強 你上了精準之後 打人 一樣有傷害 很扯 你覺得很扯嗎 你會不會想要趕快轉妖精啊 會啊 等妖精之後 你只要清暈下去那個就一定死 百分之百死 那精靈王好處是精靈王可以幫你上精準 即使你本人沒上到精準 精靈王 一樣可以辦得上精準 然後精靈王的精準 效能是跟你主人一模一樣的 你降什麼他就降什麼 來 三重石 開噴 他開個護盾 以為護盾可以躲過傷害嗎 沒有 還是要掉血 你等到了開盾 你掉很快 你的盾友看跟沒開是一樣的啊 這個貫通傷害太可怕了吧 我們換個視角 風月流視角看一下 差距 11185滴血 我們一樣上精準之後 三重石 開噴 第一下 第2下 第3下 第4下 我是點放喔 4下直接打掉1萬滴血 風月流的血量掉的多快 三重石 一發 兩發 三發 三發三重石 直接KO 各位 這次是輕便 白鬼丸 豬神 靈槍 都有這種強度 太誇張了吧 幹 有點秒掉了 人們 從來 太誇張了 不願的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